今天我们要来上的是CSS CSS是一个让你的网页做排版的语法 基本上我们从开学讲到现在 前半都在讲Csharp的Socket Programming 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开始讲HTML 你这个HTML的这些网页 其实放在我们自己写的Csharp的Web Server都可以跑 当我们把这些网页放在自己的Web Server 或别人的Web Server的时候 基本上有几种技术是必备的 第一种就是HTML 这是上礼拜讲 第二种是CSS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网页太难看 或者是说你希望让你的网页 可以有统一的呈现方式 那你就必须要使用CSS 那CSS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法 那有了HTML HTML 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页面 或者是一个骨架 那CSS就是让它表面怎么样呈现的一种方式 那CSS可以把HTML的内容变得 照某种它指定的方式呈现 那比如说HTML有一个表格 那我希望说让表格的表头是黑色 身体是白色 要不要有框线 宽度是多宽 高度是多高 字形多大 这些都可以用CSS来帮忙 那CSS的全名是Cascading Style Sheet 就是多层次的 然后呢样式表格 多层次的样式表格 那中文就翻译成串接样式表 那主要它用来设定HTML的显示版面 包含字体、颜色、边框、背景 那一个好的CSS呢 它可以让你的网页变得很美观 那而且不需要修改网页内容 只要加入一个CSS的引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套用不同的CSS的时候 它的风格就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各位在使用网字、部落格或之类的 无名的时候你应该都用过类似这样的功能 那blockspot 这是Google的 还有那个wordpress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网字平台 它们更换不同版型的时候就是更换的CSS 那HTML里面CSS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叫内签式的写法 第二种是外联式的写法 那事实上应该在更细一步区分成三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CSS的语法 我们为了要说明 我们先来一个HTML的表格 那这个HTML的表格呢 如果你把它勾下来 然后呢 那这边我们来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新的网页 OK 这样我们把它的内容稍微编辑一下 用记事本也可以 内容编辑一下 那存档 记得我们现在指定的是UTF8 这上礼拜有说的 UTF8 那我储存的时候 我就应该储存成UTF8 所以这里编码的部分 我应该储存成UTF8 那这样设定OK 那为了我用Google的Chrome 来开这个表格 那你会看到 这一个表格 比较难看 因为它整个好像都黏在一起 然后没有清楚的区分 虽然其实预设上 这里是黑体 粗体 那里面是一般字体 但是其实分不太开 所以表格看起来就很臭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再往下看 如果我这样一个表格 我把TH的部分 TH是指表格的表头 表头的部分呢 我都加上一个叫做Style BackgroundColor Black 就是 BackgroundColor就是那个 背景颜色 这里就属于CSS的指定 指定的属性 那Style就是指说 每一个 每一个元素 我要指定它的 显示样式 Style 那其实这里就算是CSS 好 那BackgroundColor Black 就是说 它的背景颜色是黑色的 Color White 就是它的 字体 或前景颜色 是白色的 那这样子的 CSS 随于法 你就会得到一个 黑 黑底白字的表格 我们把这个 拿下来看 拿下来看 我把这一个 复制一份 复制几份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叫做Table CSS 这个叫Table CSS 就是Inbait 跟名字没什么关系 只是为了区分 好 这时候我再去用记事本 先开启它 然后呢 我把这个复制过了 好 这时候你看到我们的内容 多了很多 其实主要都是这一行 我总共加了五次 所以呢 它就变成比较长 所以我们有把它做稍微断一下 好 那我把这个再打开 这里有个问题 它用IE打开 也可以 但是 我还是让它在Google打开好了 好 现在呢 你会看到这两个不太一样 这个是白底黑字 白底黑字的表格 这边变成黑底白字 仅限于这个表头的部分 变黑底白字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就是 你直接把CSS的东西呢 直接写在HTML的里面 那这种写法其实不太好 这种写法 第一个 你很繁琐 同样的东西要写五次 这个 那如果你有100个TH 那不得了 你要写100次 所以这种方法当然不好 好 那 但是呢 这种方法是在某些 只出现单一字的时候 你是可以这样用的 但是 这样也不太好 万一你想换 想换那些语法 你就没办法换 你就要把整个HTML 通通都改变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前 排版前按排版后 排版前是这样 排版后是这样 那 你会看到 OK 如果我们想做这种排版的话呢 OK 那我应该加一行 这个 但是这一行总共加了五次 我们 不是很喜欢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写出一个语法说 对于所有的TH而言 我都要用这一个方式来显示 那就会简单很多 那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写法 它就在HTML里面的head head里面加一个style 这就是CSS内签的时候 内签于表头的时候的写法 加一个style 然后呢 写th background color black color white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对所有的TH 都套用这一个样式 所有的TH 所以我们刚写了五次 现在只要写一次 那当我这样写一次之后呢 你会看到OK 写一次 那结果 结果就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样子 OK 不对 这一结果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table css 那其实各位也不用每次都自己做一遍 那我刻意做一遍是让各位知道怎么做 那其实我里面都有网址连结 你直接点也看得出看得到 我现在呢把这一个存起来 那一样我把这个打开 OK 你会看到OK 它就是刚刚这个样子 只不过我的原始码呢 变得很短 只要在style里面写一次就好 style里面写一次 所有的TH都套用